她的身体突然暴瘦 觉得有点不对劲 便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 却意外拿到了 淋巴癌晚期的诊断证明 她第一反应是肯定弄错了 她身上一点都不难受 直到反复进行检查之后 才恍恍惚惚的出了医院 随便踏上一辆 通往公司的公交车 完全没在意自己身旁 站着位老人 脑袋里完全就一片空白 直到售票员鄙视的声音传来 说你那墨镜姐姐 给这位老大爷让个座 别装听不见 心情低落的 夜兰秋没有回应 同车上正好有位实习记者 嗅到了新闻的味道 擅自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售票员越说越激动 走到跟前 扬言不让做就把他轰下去 也许是逆反心理在作怪 夜兰秋千千欲指一抬 拍了拍大腿说 要坐坐这儿 这一下激起了周围乘客的愤怒 道德谴责声不断 公交车上一片欢腾 本来以老卖老的大爷 瞬间变成了可怜的受害者 要车上的大伙给评评理 夜兰秋没再说话 到站后就下了车 实习记者非常不识趣的跟了上来 要对他进行采访 问了一堆没下线的问题 他现在完全没心情管 直接轰走 回到办公室查了一下 淋巴癌后期症状 瞬间被吓到关了电脑 知道自己没时间再耽搁了 想找老板借一百万 作为上市公司总裁的秘书 老板对的还算不错 一百万借的轻轻松松 只不过他在办公室安慰他时 被推门借来的总裁夫人 撞个正着 对此没有一句解释 而是颇为大牌的甩下了 我看上的女人还用偷这种豪言状物 足见他对夜兰秋的心思并不单纯 实习记者把拍到的视频 拿给了自己的主编 也是他未来的嫂子看 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把猛料 绝对会成为社会热点 很快送上了黄金时段播出的今日新闻 一夜之间夜兰秋成了素质低下的代表 人们还给他起了爱称墨镜节 视频在电视和网络上疯狂流传 他被各种人肉拉高了整个新闻网站的人气 主编当即决定做成系列报道 还请了专家专门对这一事件进行点评 讨论网友的人肉搜索行为 让这一新闻持续发酵 同事知道之后 故意在签约重要合同时 把这一新闻放了出来 想要抢走他的职位 好巧不巧 气不够的总裁夫人冒充观众 打电话到了电视台 成功把夜兰秋塑造成了人人喊胆的小三 结果赔了公司几千万的胜益 夜兰秋也就此被开除 只因为在公交车上没让座 夜兰秋被无数网友咒骂去死 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 他主动联系了实习记者 录了道歉视频 他言自己那天心情不好 说了一些气话 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恰好实习记者的哥哥阿诚也在 他害怕被人围观 便雇佣了无业的阿诚 做一个星期自己的保镖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舆论没那么容易放过自己 主编抓住了这块猛料 推新闻做专题 连他初中的班主人都找到了 以前的成绩很好的他 现在成了学校道德教育失败的标杆 房东也单方面和他解除了合同 他变得无处可去 情绪变得起伏不定 有家不敢回 等到实习记者 把道歉视频拿回去的时候 主编已经不在意了 因为这个热点 他成为了电视台的名人 台领导的得力干将 这个新闻不再是新闻 而是个看点 是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谈资 而且还挖出了夜兰秋所自的上市公司 这里面能挖的故事就更多了 自作主张来到了老总的家 想要采访 这一下不仅没有挖到新闻 反而惹毛了总裁 夜兰秋忍不住看上了网上的新闻和批图 那一句句诅咒他去死的言论 精神彻底的崩溃了 吃了一大把安眠药小自杀 等到第二天阿成去找他时 他已经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阿成开始有点可怜他了 没想到经过这一遭之后 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再抑郁难受 反而带着阿成在路上疯狂飙车 整得他一个大老爷们都受不了了 接着又来到了蹦极的场所 拉着他从几十米高的场所一跃而下 这保镖还真的是不好当啊 疯狂过后 两个人来到了一家中介 想要找一个保姆 照顾他住院后的生活起居 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墨镜姐之后 整个院子的人都围了上来 阿成这次没有再陪着他 而是选择留在外面 让他独自一个人面对这种疯狂的局面 很快人群渐渐失控 把他们团团围住拍照 以为阿成就是那个出轨的人 逃多后 夜兰秋大骂阿成胆小时孬肿 不想再继续雇佣 这话狠狠地伤了阿成的自尊心 说好的一个星期五万块 拿了钱就得办事情 最后两天去郊外看日出 他说到就得做到 失业的男友整天见不着人影 现在还要出去过夜 主编女友当然不乐意了 不过现在的阿成 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心思 对女友也是能敷衍就敷衍 全网咒骂的墨镜姐去找保姆 这一事情很快在网上传开 阿成被当成了他的出轨对象 这下更说不清楚了 阿成气愤地指责 他不应该去保姆介绍所 夜兰秋小跟他一起去解释 你跟我一起去 那麻烦就更大了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 他是强盗还是杀人犯 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气愤地甩出了自己的淋巴癌 确诊证明 而另一边 主编认定了养人是见不得人的关系 故意将事实的真相越描越黑 写报道说 夜兰秋知道阿成是自己的男友后 故意报复勾引 将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得知真相后 阿成选择留下来陪他看日出 拍好看的视频 还坚持在雇佣关系结束之后 送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诊识门口 夜兰秋让阿成等在门口 自己进去接受治疗 可是他等了很久 等得都快睡着了 都没见到人 推门一看 夜兰秋已经不见了 里面还有一扇门通往楼梯间 他应该是偷偷跑走了 等到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 却是在冰冷的停尸房 他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选择从高楼一跃而下 留下一言希望阿成 把他所有存款都捐了 还有他爱他 直到这一刻 阿成才发现自己也爱上他了 只是一切都太晚了 最后主编因为得罪了总裁 被使了手段 诬陷他收束贿赂 从公司开除 实习记者得到了转正 他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非常厌恶主编的行为 决定给予夜兰秋公正的报道 阿成和主编之间的爱情 也没办法继续了 毕竟精神出轨也是出轨 两人都没了工作 也没了爱情 喝酒告别一切 总裁夫妻来的感情 也因此破裂 最后对着一张 苍白的离婚协议 一向高傲自负的总裁 是否有了被打脸的感觉呢 阿成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把这些天拍摄的 夜兰秋的图片 视频全部发了上去 这个美丽的姑娘 笑得非常灿烂 谁能想到 笑容底下 藏着那么多的痛苦 这部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搜索 上映于2012年 整体内容非常压抑 挖猛料 不顾底线的 社会新闻记者 欲潜规则 不惜花重金的公司老板 为维护婚姻 不择手段的原配 嫉妒横生 幸灾乐祸的竞争对手 自封道德裁判的网络暴民 没人伸出援手 甚至落井下石 却不知他们的行为 最终把走在生命边缘的人 推向了死亡 媒体是一种权利 但任何权利 都可能演变成暴力 几乎任何力量 都难以抵挡 夜兰秋的故事 虽然出自电影 但现实生活中 不止十个百个夜兰秋 有时候 这个社会 真的不需要太多道德裁判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喜欢本期视频